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近日 相关部门针对娱乐圈 饭圈乱象等重拳出击精准诚挚 引发全社会关注 流量明星为何频出负面新闻 流量明星饭圈文化与平台资本的关系如何 持续深入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有何深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江宇表示 应当看到 流量明星和饭圈的产生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相伴的 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 文化娱乐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近期 部分流量明星负面新闻频出 与其个人素质不高 法治意识淡漠 丧失节操密切相关 但也要看到 这与娱乐界不正常的行业生态有很大关系 一些自身素质不高 能力水平不行的艺人却能够一夜走红 万众追捧 频频占据热搜榜单 归根到底是资本逐利的结果 资本通过抓住粉丝非理性心理和需求 制造出各种巨星顶流 通过粉丝消费 应援集资等来谋取暴利 明明是违背文艺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 却在资本推动下大行其道 在资本快速扩张影响下 娱乐圈出现了过度商业化 资本化倾向 平台资本 流量明星 饭圈文化 在资本主导下形成完整利益链 这个利益链是为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服务的 在这个利益链中 平台资本是主导力量 流量明星被资本选中在前台表演 诱导粉丝消费 饭圈文化则是资本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力量 创造出来的消费文化 通过影响社会 特别是操控青少年的消费习惯 攫取经济利益 甚至影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 饭圈文化带来的乱象 说到底是某些资本从自身一己之力出发 塑造的畸形消费形态 它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也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文艺绝不是单纯的唱歌跳舞 吹拉弹唱 而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 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如果任由资本在文艺界无序扩张 就会失去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 就会瓦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所以中央有关部门部署了 禁止诱导粉丝消费 严控未成年人参与 规范应援集资等措施 是完全及时和必要的 资本无序扩张 不止表现在娱乐圈 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平台垄断 教育课外培训负担过重等问题 实质也是资本逐利最大化所导致 资本让这些领域的生产目的发生了异化 一旦资本过度扩张到 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就会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日益偏离 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 资本逐利最大化 但其具有两面性是可以引导的 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强调要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改革市场监管体制 加强反垄断监管 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近来的一系列举措再次说明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党对资本的两面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即充分发挥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引导资本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又一规一法为其划出严格界限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出见成效 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 在实际中 党和政府主动支持那些拥护党的领导 服务人民利益 合法规范经营的非公有制资本健康发展 满腔热忱的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培养教育和引导民营企业家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同时 针对一些资本野蛮生长 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 也强化反垄断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始终坚持资本的扩张是有界限的 底线就是不能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不能操纵国际民生 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不能腐蚀党员领导干部 更不能谋求不当政治利益 赵薇为什么被封杀 网上有传闻说这只小燕子很可能是黑燕子 黑燕者间谍也 众所周知 美国民主党最擅长利用第五纵队 四处搞颠覆搞颜色革命 据维基解密在2010至2011年曾曝光的许多资料中 大都出自美国驻北京 沈阳 武汉 上海 成都 广州等领馆 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士指出 美国经常会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情报价值高低 提供相应的政治保护 一旦事情败露 美国领事馆会立即启动政治庇护 当然 要想获得美国人的保护也不容易 不仅仅需要提供足够多且有价值的情报 还要让美国看到绝对忠诚 美国人相信 人如王立军为了活命而背叛祖国 最后也可能因为某些利益再次背叛美国 所以那些有特殊资源或地位的精神美国人 才是美国的真爱 在维基解密曝光的美国文件中 哪些中国人榜上有名呢 金一南少将在一次演讲中提到 他们有大学教授 专家学者 官员 企业家 记者 节目主持人 报刊编辑 律师 甚至很多宗教人士 触目惊心 这些人能量极大 影响极大 危害也更大 为什么他们愿意充当美国的情报人员 有威逼也有利诱 但是有一种人破坏性最大 他们将对某些人的仇恨 转成对国家的报复 当然 更多是因为美国的长期宣传 他们内心真的认为 美国是令人向往的灯塔 美国为何要在中国布下这些棋子 因为颠覆中国 肢解中国 一直是美国的既定国策 有人说 中国有核武器 大不了同归于尽 天真 我们看看 拥有核武器的前苏联 是如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 当时 美国政府著名顾问基辛格提出 要在苏联实施第五纵队方案 言外之意 就是在其内部培养代理人 事后证明 最先被美国收买的 有作家 艺术家 学者 以及大学生 美国借用这些人的笔和嘴 不分昼夜的向苏联的心脏 开展疯狂的进攻 歪曲苏联历史 抹黑国家形象 捏造社会真相 灌输享乐思潮 除此之外 美国还建立美国之音前来助阵 作为他们增大杀伤效果的放大器 美国的这些努力获得了大丰收 连美国人都没想到 最后苏联最高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也成了第五纵队成员 正是这位戈尔巴乔夫成了掐死苏联的刽子手 苏联没有毁于核战争 而是亡在和平演变上 这些年 中国没少遭受间谍之害 比如轰动一时的著名央视国际台主持人 成为案 一些中国人加入外籍后 特别容易成为反华的间谍 我们一起看看 外国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的宣誓词吧 加入美国就要为美国利益而战 美国从幼儿园开始 学生们就被要求对着国旗宣誓效忠 思想教育 美国人从娃娃抓起 是一刻都没放松过 相比之下 中国仅仅只是升国旗唱国歌 就有人说是洗脑 思想阵地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去占领 敌人就会占领 香港出现港独废青 就是极深的教训 毕竟毁掉的是自家孩子 而人家不过是损失一点狗粮而已 更可怕的是 如果国家花费巨大资源培养的精英们 最后都成了仇视国家和人民的 今日精美分子 然后他们又身居关键岗位 是不是细思恐极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国家教育改革 推进双减的良苦用心了吧 不要让孩子们成为分数的奴隶 而是一个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前苏联曾送给中国两大礼物 一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能够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 二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前苏联轰然倒下的最后一刻 提醒中国要警惕内部的敌人 世上最危险的敌人 从来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国内的汉奸卖国贼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